对烧烤 人类几乎不存在认知上的障碍 早在一百多万年前 我们的祖先就做到了无师自通 人类到今天甚至已经将烧烤 净化成各自灵魂的伴侣 当然 有没有灵魂是个复杂的哲学命题 但烧烤的哲学就很简单 比如随便烤点什么 连鱼 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淡水 即便野生 中国人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是家鱼 家鱼的教法 据说是从公元七世纪的唐朝开始 但有资格被称为家鱼的 只有四种 在中国 鱼自古以来就有富足的含义 比如连年永远 接下来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一个叫大庐村的地方 村子不大 普普通通 村前头有条蜿蜒的大河 从最北的山里一直往南流向大海 河里野生也长着大大小小的帘鱼 在猛烈地下过了一场大雪后 蜡月里的冬天终于冷透了 东北的蜡月向来是寒流的天下 它们会一场接一场 而且一场比一场大 一场比一场冷 在翻越了北部那些大山大岭后 这些寒流会直插进丘陵间低矮的核桃 前方再无遮挡 水草是它们最主要的口粮 天鹅这时候出现在村头的河里 是多年不遇的事 一只成年天鹅的体重能达到十二公斤 有大有小 这应该是一个大家族 前头是辽阔的大海 大庐村是候鸟们跨海之前的最后一站 一路都是冰天雪地 天鹅们看起来筋疲力尽 现在前夕早过了近 除非它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意外 寒冷和饥饿笼罩了整个家族 好在核桃里食物充足 但危险正在逼近 入冬后最大一场寒流 即将抵达 优优独孔 吃了 吃了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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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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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着 赶紧吃什么 对天鹅来说 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他们 更像是一群不速之客 现在 他们与天鹅 不约而同都看好了这里 天鹅千方百计 想躲避寒流 它们却在追赶着寒流 并且从北往南 已经跋涉了上千公里 野外的寒风格外刺骨 它们习以为常 从北方赶过来的渔夫们 流出水面 用来安顿家族里那些才出生的晚辈 冷空气的前锋已经抵达 残存的河面即将封冻 这时候迁徒更像是一场集体冒险 这只小天鹅 出生每几个月 发育明显比不上同龄的伙伴 看起来又弱又小 天鹅有极强的家庭观念 不会轻易抛下家族里的成员 基地寒流正加速赶来 疲惫不堪的它们异常焦急 但只能听天有命 我们想和热情之下 往这楼啊 走到那个楼走了 现在下一个楼了 能不能够缓 冬冰比有个池子 滑上去 你让它那边停 让它那边停 这样 转转 一二 哎 哎 你这是往那么抽去了吗 脚底下 外面是没往里走 走呢现在 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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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米都走不上 看啥玩意 这帮不好干的 都有水钻是不是 他 来 来 来来 滴上来 来 一二 一二 走呢 冰碎没事,他在家看着呢 冰碎了就完了 过这谷就好了哈 冻这个冰两层 两层的瓦要刮上就完了 行了 给这层拽过来 10点吧 没事,这不算耽误事 必须往上再打刀饼 你知道吗 啊 啊 给他转 转出锅子 啊 转出锅子 再来 再来 不,这不行 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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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坐不定位了吗? 慢慢, 坐不起来啊 坐不了, 怎么还坐完一点? 我说你完事, 说你这事, 说我这完事 别,别,别 你去看 你去量就行 你去量就行 这洞里边有冰茬子, 挖上往去去 行不行啊?行不行啊? 四回儿, 俩汗都打得完了, 都结婚了 短练身子就完了, 给家求求快了 这个来说, 要不就给家单了 寒流远比预料中的要猛烈 起伏高大的山脉, 没能减弱它的劲道 大陆村就在前方 盐碱地水稻, 是村里主要的大田作物 首歌过后的庄稼地, 现在成了佳额的乐园 吃饱喝足, 它们照例要在自己的领地散步消遣 这是, 家俄早就习惯了的生活 没想到, 会在地头上遇到从天而降的它们 为了躲避河里的渔夫 天鹅们冒险来到离村口更近的大田 散落的稻粒和结梗可以稍微缓解下 眼前的饥饿和离开水面的不安 仓鹿的口粮是河里的小鱼小虾 东部让它们看到了温饱的希望 一、二、三、 一、二、三、四、四、二、三、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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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步 来了、来了、来了 渔夫们正在展开最后的围碕 儿子高组 埃果、帐属和 хват 来俯造 ihre股票 过两天是春节 连鱼将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年货 今天的东国将赶上腊月里最好的行情 收入会水涨船高 总有些个头小的漏网逃生 仓路将饱餐一顿 阁里的东吴持续了一整天 寒冬里的新老到底没被辜负 光连鱼就打了接近五千公斤 等忙完了这一程 渔夫们刚好赶上回家过年 冰面早被东吴打杂得支离破碎 这意味着河水风洞将被大打延迟 接下来他们将有足够的时间去河里填饱自己 忍耐几天就能继续旅程 返回温暖的南方 请准备 现在没有什么比雪地里的炉火更令人期待 寒冷和黑夜总是令人不快 所以温暖和光明才令人期待 好在世上总有一团火能点化出各种滋味 就像连年有余生生不息 在世上的温暖和光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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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一天大伙都一起高兴 不突一大富大贵 按照我的私利我挣多人都行